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风起洛阳,百里红毅自愿净身出户 反遭柳家老丈人起脸怒喷 风起洛阳,百里红毅真的绝了 不说是古装剧男主三观天花板 放现在这个三观也是天花板了 剧情进展,青年才俊惨遭包办婚姻 新婚之夜老婆亲戚害死为一致亲老父亲 为父平凡了结恩怨,自愿净身出户 反遭多年不曾归家月丈,起脸怒喷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好吗 正常来说,就是相爱的人都要分道扬镳呢 何况本来就是被逼婚的 怎么就对不起七娘了 七娘委屈 小百里被逼结这个婚真是无望之灾 爹没了,家产还要给别人 百里家的家产全都尽数于你 我百里红毅不会留取一份 他是他,你是你 你留在我身边,只是虚耗光阴 没有感情,因为联姻而产生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拒绝态度明显 事情了结,没有拖泥带水 家产全都尽数于你 没有错,但是愿意照顾女方 还女生自由,自己净身出户 尽管对方与杀父仇人有关系 但也明明白白表示 他是他,你是你,不会迁怒 你留在我身边 只是虚耗光阴向对方说清楚 只是不想耽误对方 被这段没有感情的联姻羁绊 百里红毅这条命,苦过苦瓜 柳叔父,柳家丫鬟,柳月账 一句经典国骂送给柳家人 柳爹真的好大的脸 十多年没管过闺女 自己弟弟杀了杀了人家爹一点亏就没有 还有脸当着人家爹的牌位 教训人家 一个冷知识 百里家原本很有钱 因为父亲被柳香构陷贪污 才导致家产被全数收缴 百里红毅为啥不说话了 可能也是没想到老丈人这脸皮挺厚的 看了这两集 真觉得他俩不如散了 简直了 百里阿爷不愧是智利二十五 被柳家人骗惨了呀 到现在为止 百里红毅靠自己查清了复仇 被无辜卷进风暴 还考虑了所有人 面冷心软 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关心和帮助所有人 二郎心底的温暖都藏在小细节里 申飞说得对 世人以为二郎心冷 可他是最好的公子 所有人都说二郎你无情 但是我却知道二郎你心里有情 净身出户 还不随意迁怒的好男人 这三官 放现在都少有 对 对 对 这一官方的船